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我竟代表中国民主同盟 代表33万盟员 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致意热烈的祝贺 和崇高的敬意 过去的一百年 是中华大地 发生翻阶覆地变化的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 披荆斩继续奋斗 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 人类社会进步史上 令人跨目相看的奇迹 事实无口辩驳的争民 真是由中国共产党 这个奸将领导核心 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 才能不断抵达新的高度 也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真正凝聚和带领 全国人民 创造中华民族灿烂飞煌的美好明天 我们坚信由中国共产党借向领导 由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肠 一定能够批鲁展浪 行为资源 八十年前 民盟成立于抗日战争的丰厚敲言中 自成立自出 基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 共可实践 致力于推动和维护 谈及抗日的局面 并在政治协商会议 国共两党合谈等斗争中 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 民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参与共同高领的制定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贡献了力量 新中共成立后 民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与共产党共产风雨 共襄为意 合作初心 历久民间 作为我国新兴政党制度的参与者 实践者 推动者 民盟亲眼见证了新兴政党制度 在中国当代声动而伟大的世界 对新世代斗党合作事业的光辉前景 充满信心 新兴政党制度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他贺制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与我国国情和国家治理需要高度契合 他凝联集其最广泛的分斗伟力 向国际社会激视了中国巨大发展成就背后的政治制度密码 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政党制度的核心要素 是中国政党制度取得成功的关键保障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 在民盟当成中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我们立盟的重要基石 在新兴政党制度框架下 民盟多年来坚持奔走过世 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 积极出主义 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和人民幸福兼日志之言 先务实自策 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不断砥砺前行 当前民盟上下正在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 这次博方合作出新 与中国共产党洗手投身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唯一的必要求 也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四行三号要求 把民盟皆是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川阵党的实在需求 在这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展望新政程 我们将更加紧密团结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以新发展理念指导旅则实践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为十四五规划 顺利实施 加快构建新发展各局积极建言宪策 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为夺取全面接受社会主义先天化国家 新胜利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集中 集中 际击赛 集中 集中